往後我定當 揭盡所能 帶領我團隊繼續為市民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國務院星期二宣布任命 原本擔任副處長的曾國衛 出任入境處處長 曾國衛期後會見傳媒 說上任之後的挑戰之一 就是處理困擾本港的賈難民 利用免犯犯聲請拖延留港的問題 這個審惑機制之後 處理了三千多個個案 目前來講 成功核實的個案是不到三個個 在處理過的個案來講 的而且確我們發覺 是可能有一個反弱的情況 就回處理這個情形 我們有幾方面的工作準備要做 一方面就是我們目前 今年我們會增加人手 我們增加83個職位 會加快加大處理這些 這樣的免犯聲請 入境處亦會簡化招聘流程 由原本需時九個月 縮減到六個月 讓人手盡快到位 而對於坊間建議政府 設立禁拜贏機流聲請人士 曾國衛說 港府即將全面檢視 包括機流權力的問題 我們會全面檢討相關的策略 當然包括機流 我們對任何建議 暫時來說 我們都是開放的態度 如果我們做機流的話 當然要符合相關法例和政策的需要 現年52歲的曾國衛畢業於中文大學 在1987年加入入境處 是助理入境事務主任 之後屢次獲得晉升 曾經借調去保安局擔任助理秘書長一職 之後更在2014年獲升任為入境處副處長 ONTV燈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我們好度回到 hosted 暫時並行早置 都忘記了 看到片